蓬蓬文东华人大会堂疫苗接种中心将从明天开始 移视到蒙巴卡肯直区 为偏远地区的文东县民众接种疫苗 然而最近却有民众宣诉 有中介企图以收费的方式谋取私利 安排外劳插队接种疫苗 收费介于100令吉到380令吉之间 文东抗疫志工团为此报案 希望警方彻查揪出幕后黑手 我们接到非常多的这个民众头发 说有这个中介agent联系他们 说有机会可以给他们的外劳去打疫苗 不管你有没有证件 都可以去蒙巴卡打疫苗 条件就是每一个人头收费100块到380块 这种行为呢 对于那些乖乖排队 等麦子家突然预约的民众 这种行为无益于你剥夺了他们的生命权利 马华发言人兼文东抗疫志工团团长黄少敏 今天连同多名志工到文东警局报案 他呼吁民众如果收到中介开出 为外劳安排接种疫苗的来电 应该马上报案提供警方线索 事实上农业部正在推行农业前线人员疫苗接种计划 以便协助安排在农业领域工作的外劳打疫苗 目前已经在金马轮开跑 青年农民合作社将积极和农业局等相关单位联系 希望可以尽快在文东落实相关计划 好让业者透过合法管道 让外籍员工尽早接种疫苗